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环声娱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昨天在临离开这个座位之前 就叫大家千万不要离开 我亦不让王申辉离开 申辉 你好 你好 洋芸姐 很开心 我越谈我越尊重申辉对艺术的追求 对自己的要求 我想告诉大家 申辉真是一个用艺术吸引观众 保留粤剧的很精髓的反串部分的重要主力军 申辉 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拿很多奖 金奖 银奖 一等奖 银下奖 但在奖项对你来说 每一次拿奖 对你的心理会不会都是一种很高的鼓励 会的 其实拿奖是通过一个这样的形式 展示到自己 让大家认识到我 亦都是通过比赛 更加去提高自己 作为一个自己艺术上的一个总结 某个阶段的总结 对 某个阶段的总结 你是一个微月曲的金奖得主 那时候是唱什么歌得金奖 那次是唱的一首经典的帝女花 帝女花带给你很多东西 平子后读唱 你是不是穿了戏服唱 那时候是自己设计了一套衣服 一边有些装饰的 好像女装一样的装饰 一边是男装的 扎袖一样的 因为一个人分色两角 设计了一件比较特色的衣服 一边是女装一边是男装 而且是红色的 配上这个 《香腰》 对 《香腰》那段戏 你说多有心思 其实我不知道这段资料 但很感谢申辉告诉我 我觉得每一位艺术家 得到奖 真的不容易 我们真的要知道 是经过很多艰辛的苦恋 请示篡 啊 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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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七星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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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